三更有梦书当枕 千里怀人月在风 这里是深夜读书 每晚陪伴你 大家好 我是竹子 俗话说 穿人的衣不整齐 很多人深表赞同 穿着是对别人的尊重 一个人的外表 是可以为自己加分的 所以不管你多穷 也不要随意穿别人的旧衣服 原因有以下几点 我们一起来看看 第一 经常穿别人的旧衣服 容易变得自卑 失去自信 每个人或许都穿过别人的衣服 久而久之 会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 穿旧衣服有利有弊 好处是省时金钱 坏处是与别人对比 心里产生了落差 因为从某种角度来看 人们内心还是排斥接来之时 这种落差感 无形之中就会让人自残行贿 觉得低人意的 觉得不敢抬头看人 也不敢大声说话 知情的人会认为你虽然有钱 但是舍不得买新衣服 不知情的人会认为你没钱买新衣服 况且人靠衣装 衣服的新旧 会跟自身的气场大小息息相关 别人穿旧的衣服 跟自己穿旧的衣服不一样 最起码 自己穿旧的衣服有感觉 即使已经旧了 也不会心存芥蒂 衣服的折旧 跟衣服日久生情 会此消彼长 穿别人的旧衣服 将会另当别论 没有恋恋不舍的感觉 只是为了穿别人的旧衣服 而穿别人的旧衣服 心里面会五味杂陈 有可能不由自主 会在乎别人的眼光 更加在意别人的看法 神们常说 贫穷会让一个人很没有底气 经常穿别人的旧衣服也是 时间长了 自信心就被磨灭了 穿别人的旧衣服 往往会没挑没减 但凡接受过别人一次旧衣服 别人再给旧衣服的时候 就不好意思拒绝了 通常是别人给什么样的旧衣服 就穿什么样的旧衣服 全本自己的衣服 即使在旧 也还保留固定的穿衣风格 历经数年或者数十年的培养 穿衣风格早就已经系统化 形成既定的模式 可是自从穿上别人的旧衣服 伴随穿上别人的旧衣服数量越来越多 款式越来越复杂 自己的穿衣风格越会遭受冲击 直至成为大杂烩 既然失去固有的风格 营造出来的气质也就不可同日而语 有网友分享过自己的经历 表姐家条件非常好 从小在吃穿和学习用品上的档次 从来不属于任何人 但自己家境一般 时常穿表姐退下来的衣服 加上自己性格腼腆 至今不敢主动走到人群里 习惯了站在一边静静地看 其实穿别人的旧衣服是有附加条件的 人生在世活得是一口气 跌倒什么也不能跌倒架子 如果有条件对自己会好一点 毕竟一件新衣服可能就是一种仪式感 仪式感带来的就是浓浓的幸福感 第二 时常穿别人的旧衣服会被贴上穷人的标签 被人看不起 如果是从道理上来看 人不可貌相 海水不可抖凉 不能轻易根据别人的穿着就随意对它下定论 也不能借此产生优越感或者是鄙视的心理 都说心灵美才是最重要的 具备的才能才是立足社会之本 但真正落实到生活中却又是另一番模样 首因效应告诉我们 一个人给别人的第一印象很重要 这种印象在以后交往中也很难改变 所以当一个人被贴上某种标签之后 就很难撕下来 不少人在建立人际关系时 首先就是参考对方的外形 如果是穿着比较破旧 一看就是不合身的旧衣服 往往就会有两种结果 穿别人的旧衣服也是如此 放在以前 这种行为是勤俭节约的美德 但在当机社会 容易会被贴上穷人的标签 因为经常接受别人的旧衣服 会在前一幕话中 让自己成为被施舍的角色 每当别人有什么旧物需要处置时 就会想到你 时间长了 你在别人心中 就是一个废品回收站 来者不惧 曾看过这样一个帖子 因为全职妈妈为了省钱 时常穿别人给的旧衣服 家里的两个孩子也不例外 然而有一次带娃出去 她感觉总有人 用异样的眼光看自己 甚至有人在背地里说 穷就不要结婚生子 她很崩溃 感觉贫穷是自己的错 因为穷 自己就不配结婚 不配生娃 甚至不配走在大街上 不可否认 人靠衣装 马靠安 衣服是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形象的 穿旧衣服 既利用了资源 又减少了花销 但仅仅是日常穿 在一些必要的场合 还是应该穿自己心仪的衣服 不然 你的节省 反而会伤害你 毕竟 没人愿意透过你 邋遢的外表 去了解你内心 第三 习惯性 穿别人的旧衣服 容易依赖别人 变得不思进取 一个人的习惯 是无法轻易改变的 但是 有些习惯不改变 会让自己吃亏 对于那些 总爱接受 别人旧衣服的人来说 一旦缺乏自律 对生活的态度 只会越来越随便 越来越缺乏追求 因为人是有 惰性属性的动物 一旦过多地 沉面于温柔之乡 就更削弱了 重新投入 风暴的勇气和力量 经常穿别人的旧衣服 享受他人的施舍 久而久之 甚至会主动希望 外人对自己进行施舍 如此 就会失去向上的勇气 变得不思进取 还爱贪小便宜 有的人 可能并不是童年时期 不得不穿别人的旧衣服 而是他们自己乐意 他们往往 不太看重穿衣打扮 觉得这样既可以省钱 又帮亲戚朋友 解决旧衣服 没地方放的困扰 但他们可能并没有意识到 经常接受别人的旧衣服 旧物品 会在前一末话中 让自己成为被施舍的角色 每当别人 有什么旧物需要处置时 马上想到了你 你在别人心中 就是一个废品回收站 来者不拒 即便亲戚朋友 对你并没有什么贬低的看法 长期接受 别人的旧衣服穿 会让你对自己的生活标准 越来越不介意 这种态度 会不断内化到你的潜意识中 会让你觉得 自己是一个 在随便过日子的人 你会变得 不愿意去追寻好东西 你的自我价值感 会越来越低 变得越来越随便 容易妥协 可人 终究不能依靠别人去生活 有人说 习惯是一件可怕的事情 好的习惯可以让人处于不败之地 坏的习惯也有可能毁掉一个人 人不会苦一辈子 但总会苦一阵子 对待自己 要学会对外表进行投资 谨记 永远不要去依赖别人 当然 一个人的人格魅力 关键是自己的三观 对生活的理解 比如 穿别人的旧衣服 会不可避免地 对一个人的消费观 处事观 婚恋观 和育儿观 产生蝴蝶效应般的影响 而且 有些影响会是破坏性的 足以让人爆汗终生 其实 穿别人的旧衣服 本身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关键在于穿的人心态 如果是心态好的人 对此自然不会太过在意 反之 最好不要穿别人的旧衣服 以免给自己的人生 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穿别人的旧衣服 选择权在你自己手里 利与弊 也取决于你个人的心态 与朋友们共勉 好了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最后 在YouTube和Facebook上 都能找到深夜读书哦 竹子期待与你的互动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以后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